拉上隔離衣 拉鍊 套上鞋套 她是護理師劉靜芬 也是新冠肺炎檢疫專責病房的護理師 更是曾經的確診者 逐一巡防監測遺棄 43歲的劉靜芬 當了20年的護理師 展翼康復後 她沒有因此退縮 仍然選擇最高風險的檢疫專責病房 因為她深刻體會過 確診時 交集無助的心情 其實自己經歷過 所以在照顧這個同時 其實更會以心理層面去照顧他們 劉靜芬是在去年5月30號 照護由急診收治住院的確診者 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住院隔離7天 結隔後還要7天的自主管理 她也不敢回家 就怕傳染給家人 這段期間親友同事 送來鮮花和插話 替她加油打氣 姊姊的女兒 她做我的題目是 我的阿姨是一位護理師 她有傳給我看 其實我當家看了之後 是一直邊看邊落淚 她跟媽媽講說 以阿姨為榮 阿姨是一個很棒的護理師 白衣天使就算曾被病毒侵襲 重振翅膀後再度飛翔 不惜犧牲自我照顧更多病患 5月12號也是國際護理師節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也特別在記者會上 向全國醫護人員喊話打打氣 到最後這一個關鍵的時刻 現在是在進行關鍵的意義 我們把這個精神再拿出來 在這個特別的節日 跟所有的護理人員說一聲 謝謝大家辛苦了 面對疫情最嚴峻時刻 醫護人員沒有時間慶祝過節 而是繼續在戰場 為了病患奮戰 不負當初立下的誓約